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的大腿直一点 那的确如果大腿小腿都很纤细很长 看起来整个身材会变得特别的好看 那我们就要思考说为什么他会大腿小腿都是这样子 好可能弯弯的有O型的这种现象 我们知道基本上来讲人体的组织从外向内就是皮肤 然后皮下脂肪 再来就是肌肉 那内部就是一个骨骼 所以一般来讲你的大腿很粗或者不够直 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你可能腿皮下的脂肪太厚了 所以你变成有那种粗胖腿大象腿的现象 那再来就是肌肉过度肥大 不过我们临床上看起来呢 大腿通常都是因为脂肪比较多脂肪堆积所造成的 那小腿就不一定了 小腿的话有的人是因为脂肪太厚 有的人就是肌肉太发达 很多在小学或者国中时期参加田庭队或者是舞蹈的这种训练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把他的腿小腿的肌肉变得比较粗大 因为我们知道肌肉是可以锻炼的 轻微的锻炼它是会变得比较紧实 如果是比较强力的锻炼它肌肉就会肥大 最后一点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就是遗传体质 可能你的父母腿是比较粗的 那你有可能腿会变得比较粗 好那现在我们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如果是脂肪当然可以靠着溶脂 我们讲传统抽脂吸脂 这些都可以让皮下脂肪能够减少 那如果肌肉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靠着打肉毒感菌 也可以让肌肉萎缩变细 如果特别是那些爱运动的人 我们知道如果你打了肉毒你再去运动 没有关系它一样会有效果 那半年以后没有效了 那这段期间你虽然有运动 反正也是要再补打 那如果说是一种比较像 垫坡瘦小腿的这种治疗 就比较不适合爱运动的人 因为它即便做了有效果的 因为你爱运动的关系 可能半年一年你又把肌肉练大了 那这样的话就给你败做了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 脂肪靠溶脂肌肉靠肉毒 那这样的话就不影响你的日常生活 不影响你的运动习惯 是一个让大脂肖的便细的一个好方法